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要带您聚焦德国柏林 到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今天在德国柏林中德工商午餐会的机械演讲中宣布 德国政府已经向欧盟说不 不同意欧盟对中国的光伏和无线通讯企业采取调查和制裁措施 那么对此李克强表示高度赞赏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在柏林举行的中德工商午餐会的机械演讲之中宣布 德国已经向欧盟说不 不同意欧盟对中国的光伏与通讯企业采取制裁措施 今天上午的十点钟 他向欧盟表达德国政府的立场 对中国的无线通讯产品 但采取双反调查 德国说不 他们反对 而且 副总理先生 在此之前和我 会面的时候 还说 在三天前就要就此表态的 但是他们 把时间 拖到了 今天的上午 因为他们要听 中国政府的声音 可以说 他们的这种表态 是中德双方的 共识 我表示高自赞赏 富黄卫视 言明金亮 德国柏林报道 而另一方面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周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 双方共同规划了中德未来合作的方向和重点 并就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达成重要公式 而中国与德国也发表了两国 关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的联合新闻公报 双方认为中德作为重要经济体应该在财政金融领域保持密切磋商 通过对话解决光伏无线通信产品等贸易争端 支持欧盟和中国谈判投资协定增加双方的投资机会 那么双方将为在对方国家落户的中德企业提供国民待遇 特别是在政府招标方面 同时两国也表示会在环境保护领域加强合作 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 两国都认为有必要深化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商与合作 推动中德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那么新一轮州的政府磋商将于2014年在德国举行 李克强并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尽早访华 默克尔也接受了邀请 另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统高克 李克强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候和祝愿 李克强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 和德方将常对话交流 增进了解和互信共同应对挑战 高克说德中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两国关系近年发展良好 那么德国愿意与中方加强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与对话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那么有关李克强访问德国的更多消息 我们要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在德国柏林的记者阎明来带我们关注 阎明你好 那么今天是李克强访问德国的最后一天 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行程 是的 亚方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最后一天在德国首都柏林的行程 包括会见德国政政党党主席 德国副总理和前总理 还要出席中德工商界午餐会 并且县长发表演讲 最后是接见吕德的华人华侨代表 当地时间今天傍晚 结束对德国的全部访问行程 趁专机非凡中国 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 我个人感触最深的呢 应该是中国总理在参观博斯坦公告签署原址时 再次向日本发出了义正词严的警告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破坏和亵渎 二战之后国际和平新秩序的言行 联想到这一天 日本领导人至今不肯思过 继续为二战日军败鬼招魂 甚至呢 再触碰钓鱼岛主权的底线 中国总理在波斯坦的严正表态 实际上呢 是再次从国际秩序的高度 从国际法理的角度 否认了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 当年 德国总理波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一个常规 使得整个德意志民族 在战后又重新屹立起来 而日本的一些政客呢 为二战行径 名冤教区 甚至染指别国的岛屿和领土 这种过时的思维呢 与德国领导人和民众 对战争反省赎罪的心态 比较起来 实在是相差太远 为人不齿 中国总理在波斯坦所发出的严正警告 可以说是充分表达出中国民众 甚至全世界人民痛恨战争 热爱和平的心声 亚方 好的 谢谢 言明来自德国柏林的连线报道